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说说前人砍树,后人遭殃这个话题 这个事实在是太多了 我想说这个话题是因为之前我说租房的视频当中 有个网友的留言,Elson余 他说的当时的一个评论 他说我有一个亲身经历 十年前的事在美国某地方租房,看房 房东是美国人,说押金是两位数 但是中国人的押金就要三位数 一开始我以为是种族歧视 后来听他说 遇到了很多中国租客的种种表现以后 然后省略号细节就不说了,大家都懂 慢慢发现很多华人有这种心态 反正我再也不来了,反正你也找不到我 殊不知这些人的做法让所有华人的面孔背锅 为他们承担责任 这个是这个评论引起我觉得要说这个话题 那么我也说说我碰到的一些现象 其实很多啊 比如说呢,举个例子 这个租房评论是一个,第二一个呢 就我说这些古董啊 就是我们家里弄这些古董的 买美国的这些玻璃啊 还有瓷器啊,还有一些画啊 这些东西啊 在这个古董圈子里面,其实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老外也发现中国卖家的不良的这种举动 比如说呢,有很多的中国买家啊 买美国的这些玻璃啊瓷器啊 他买回去之后呢 进行纺制啊 就就就现在我说的之前我说的那例子 有很多现在国内纺制啊 美国的这些东西啊 像美国这些玻璃呢 实际上是他的很多老年人啊收藏 对他们来说呢,是一种情怀啊 他喜欢这些东西 而且现在已经停产了 所以在美国那算小古董 那么中国人喜欢之后呢 就冲进来啊,大量的买 炒高了这个价钱不说啊 这很正常的,买的人多嘛 价格价钱高是一方面啊 这个老外也是有苦说不出啊 他就觉得哎呀,现在怎么这么贵了 一看是大量中国买家进来了啊 再有一个就是仿制嘛 他们觉得很很很气愤啊 还有一个呢 在老外的这些卖家的交易过程当中呢 他发现很多买家呀 买走之后呢 中国买家有大量的中国买家挑毛病 比如这东西啊,乌买美金说好了 等拿到手之后呢 他给你这个写信啊 说你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 挑各种各样的毛病 然后说你这得给我捡钱 那个那你得给我捡啊 弄得老外无可奈何 其实这个呢 在中国的这个网购啊 淘宝这些开店的卖家里面呢 有一句术语啊 叫到手刀 就是到手之后我再砍你啊 砍完你这价钱之后呢 他通过平台 然后这个说你这有各种问题 然后平台有约束啊 其实美国的这些像Ebay啊 这平台也有约束 他给你投诉啊 你得解决 解决完之后 才能把钱打给你 所以呢 老外也受不了啊 这种到手刀 你这个总是挑毛病 总遇到这种中国买家啊 买家啊 还有一些呢 是通过这个美国的这个卖家呢 把这东西呢 让他给送到这个 transfer center啊 就是转运中心 这个转运中心呢 是一些华人开的 就我说的那些物流啊 干代购的那些物流公司 老外呢 寄到那之后呢 这些公司呢 再重新打包啊 转运送回国内 所以经过这一到手之后呢 就比如说像这些玻璃啊 它是比较脆的啊 比较脆弱的 你这东西 它还重新包出现任何问题了 买家到手之后说啊 这是你的什么什么 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弄得老外呢 简直是无可奈何 没办法 所以呢 现在很多的老外卖家 针对于中国的买家 就我知道啊 在古董圈子里面 他们专门就是no china shipping啊 我们不如寄到中国 甚至于有很多 他们在古董的这个群里面 老外那些群里面 他专门有人分享 就是来自中国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好在呢 我觉得有一些 美国人呢 还算是政治正确 就说你不能这么提啊 就可以统称为Asia 就是亚裔的这些买家 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啊 其实很多美国人呢 也明白啊 心里也知道这些东西 有很多比较激进的 就说我坚决不再做中国人的生意啊 包括last name 一看是中国的我就不做啊 last name 比如刘啊 前人坎树后人遭殃的原因是在于前人做了太多的不文明的行为啊 举个例子 我们当时刚开始有中国旅游团的时候呢 美国的基本上一些酒店啊 都是在大家一同吃早餐的这个区域啊 比如说好的啊 比如四星五星级这种酒店 他那种早餐区呢 还环境比较好啊 靠近湖边呢 或者说这个旁边有这个高尔夫球场啊 有喷泉啊 坐在这啊 大家早上在这吃早餐啊 安安静静的 但是中国客人一来呢 哇哇哇连吵带寒的 哎呀 这个确实我确实很无奈啊 呃 后来呢 我也看到一些现象啊 就是举极端的例子 我亲眼所见的客人拿一个叉子啊 跑到那个早餐区 人家做好的那个那个那个buffet的那个那个桌子那儿 啪 插一个这个这个荷包干啊 鸡蛋啪 举着 往回自己桌子上走 走到半路啪 掉到地毯上了 哎呦 掉了 坐在红尽 又插一个 回去 你说你拿一个盘子 你到那 哎呀 拿个盘子接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就就飞的 就这个样子 老外看着你们这怎么是这种吃法啊 再有一个就噪音太大 所以后来呢 造成就美东地区啊 华盛顿呢 纽约这些地区的四五星级酒店 凡是接待过中国游客的 只要一说中国团好人家专门开一个boreroom啊 一个一个小会议室 你们到这儿去吃啊 你们不要在那早餐去吃啊 就中国游客你们都只能只能去那儿 然后早上呢 人家酒店专门派一个服务员啊 站在早餐厅的门前 看见中国客人那边请 一看中国客人那边请 后来呢 也造成很多游客的投诉啊 尤其像我碰到比较严重的投诉呢 是EMBA啊 有一个EMBA都是企业家呀 在纽约住一个五星级酒店 人家酒店就给专门你们地下室 那个那boreroom那吃饺啊 这帮企业家投诉 不行 为什么把我们分开 种族歧视啊 我们要在那个早餐厅 我们在国内都是什么什么身价啊 怎么把我们分开 确实有一批啊 人家有出国经验啊 人家井井有条比较安静的 但是因为你的前人 把你这个分支给拉低了 就是因为前人砍树 人家酒店受不了 一看又是中国团 你们地下室内部吃的东西都一样啊 你们的果汁所有东西都一样 但是你们就内部 你们不许在这大厅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就造成这么一个现象啊 包括酒店分楼层啊 这我工作酒店里面 你说普通的游客 他分的楼层都差不多 但一听中国团 他给你专门 这楼层都是你们的 你们就在这楼里和和吧 你们别去其他楼层 就在这个楼层 其他楼层也不让你去啊 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呢 也出现这种问题 其实都是因为很多的 大量的不文明行为 造成人家受不了 所以呢 就专门啊 就后人遭殃 你们就到那去吧 还有很多像比如说中餐馆 很多的中餐馆啊 也有一个怎么说呢 也有一个一个一个 大家的一个默契啊 就是他们开中餐的这些老板也知道 你只要中餐馆一接中国旅游团 你就不要想办 你就不要再想做local的老外生意了 白人生意西人生意你就不要做了 因为人家就不来了 因为中国客人一来到那餐馆里 哇哇哇哇一吵 哇天哪 人家一来看 这个样子 人家就再也不来了 所以很多我们行的也知道 就接旅游团的这些中餐馆 吃黄了很多家 原来人家开挺好 老板呢 这个傻白甜 傻傻乎乎的 哎呦 中国旅游团来 你们餐费多少钱啊 标准 可以没问题 我们接呀 接个一回两回 他就知道中国团的厉害了 就不敢再接了 再接你就只能关门了 老外不来了 人家不来了 人家就受不了 你们这个闹腾啊 还有比如说 这个我在一些酒店啊 看到过 专门中文写这四个字 请付小费 那个小 请付小费呢 就是给这个 Wallet parking啊 就是你 代客泊车的这些 有一些餐馆也有啊 你把车 他给你开走 但是你不给小费 他不行 他就专门写牌子啊 请付小费 你你你得付 因为老外他都知道要付 但是你中国人不付啊 尤其是国内来的 有些不知道这种习惯 还有呢 我碰到过的 比如说代购 很多年前就有 老外的一些品牌 比如我之前穿的 AF啊 乱七八糟的这些品牌 大量的中国代购呢 尤其留学生啊 但是代购在人店里抢 大量的买 后来别人买不到 世界各地也发生过抢奶粉 疫情期间抢口罩啊 各种问题 反正一看 中国人面孔 人家就头疼 人家就害怕 你们一来就给我买空 后来我知道有一些专门的这个做服装的什么网站啊 就专门啊 一看last name 是张啊 刘啊 王啊 什么唐啊 就是这人家就不发货啊 就专门把你订单搁一边啊 就一直不生成你的订单 他就是觉得你们买太多了啊 你就有限额对你们啊 这这这就就出现这种情况啊 还有比如说这个中概股的造假 其实这是一个大事啊 在美国上市的很多中概股 呃 像之前最有名的瑞幸咖啡那个造假 造成美国华尔街的恐慌啊 人家以后就得查你们中概股 你们这做造假太恐怖了 你们这直接就就是这往夹里写啊 很很夸张的那个造假 被哪个调查公司啊 专门去在国内调查了 那事儿曝光了啊 就中概股的造假的问题 还有就比如说这个专门啊 就是老外弄精之后 他是专门你针对华人啊 你像加拿大 我知道他们专门去查那些钓鱼的 一看华人面孔 你有没有钓鱼症 他准能抓到一几个没有钓鱼症的啊 就知道你们 你们这个华人面孔那是钻空子啊 还有一些当然了 这些例子啊 我不想再说了 太多太多了 那么这些事呢 怎么办呢 我相信很多网友都遇到过 这种吐槽啊 这种事情啊 简直是没有办法 我自己总结呢 有四点面对的办法吧 第一个呢 呃 凡是那种啊 在什么群里边啊 在私下里边啊 相互传授 在海外怎样钻空子啊 怎样骗老外啊 怎样哄骗老外的这种秘诀的这种人 尽量远离啊 远离他就完了 你不要跟他们在这叽叽歪歪的跟他在在这搞了一些小动作啊 第二个呢 要做到呢 就自重自爱吧 遵守规则啊 从从我做起啊 就自己做好自己就完了 你说你你也管不了他 他就那种习惯 那你说他就那样啊 就是占便宜了 什么骗人家的这个保险呢 前一段那个卡车卡车司机骗福利的那种啊 这些东西你也管不了他 你只能这是这个执法机构去管啊 做好自己 当然这里面有个尺度啊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我舔的那个自律的非常严格啊 他在Costco买的一个东西啊 坏的 他都不去推 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不去推啊 他从来没退过东西 他说不行啊 这一退 你看你们中国人这么说 哎呦 我说你这也太极端了 我说你这东西坏了 你这怕啥 你就该去退退吧 他就觉得不行 这影响我的credit啊 包括他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home depot买一些钉子呀 电线呀 自己家里维修啊 买多了啊 买一大卷都没动啊 他都不去退 他说不行啊 这这这这灯泡也都没用的 那不能影响我credit啊 那非常自律的 那个那大哥也是走另一个极端的 那也是那样 还有第三点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身份认同 就是你生活在海外呀 没有必要给自己标签化 没有必要说我就是一个中国人啊 我就是华人 你在哪儿你已经在这个国家长期生活存在了 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你没有必要给自己标签化 也没有必要身份认同 把自己列到就像我这个网友留言的第一句话当中说的 这些做法让所有华人的面孔背锅为他们承担责任 没有必要 你何必为他背锅呢 你有什么可背锅的 你就是你 他就是他 他是一个个别 他并不代表你啊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身份认同是很重要的 你要自己从内心建立起来 我就是移民国外的一个第一代移民 美国就是移民国家 那些五眼联盟国家 很多也都是移民国家 你没有必要说 非得怎样怎样 而且我觉得美国更包容啊 美国因为它历史短 更包容啊 包括语言啊 你带口音的 谁管谁呀 谁谁 谁瞧不起谁呀 那什么味的都有 无所谓 移民国大杂烩嘛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没必要给自己标签化 给自己这种心理负担啊 这个东西摆脱是挺难的啊 第四一个呢 我觉得这里面的背后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啊 也可以深的去思考 就是第一代移民 你原来生活的那种社会风气 以及管控制度下的求生求生本领 造成的与生俱来的得想办法钻空子啊 得得在和制和这个规则抗争啊 怎么办 想办法得活下来啊 把别人踩下去 怎么能够掠夺更大更多的资源 同时在这个国内的这种社会环境当中 确实有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占便宜 钻空子 他得到了很大的利益 这是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被很多人觉得 哎 这这东西是是个办法 可以这么干 所以你摆脱骨子里的影响是挺难的啊 另外 我觉得像台湾人香港人 我觉得这种发生的这种少 这个东西你都说 哎呀中华民族华人怎样怎样 你说跟这制度有没有关系 我相信是有关系的啊 所以呢 今天就聊聊这个事儿 因为很多人有这个共鸣 那么说说这个评论啊 呃 念几个评论 就是跟这个华人超市买东西那期下面 有很多很精彩的评论 我建议大家都去看看呃 这个我的视频下方的一些评论啊 很有很有建设性啊 有一个叫PW啊 他说华人超市喜欢修改保质期啊 遇到最过分的一次是把袋子边上的这个凹凸日期啊 用风口机给他压起来 让你看不到原来的日子 然后再用黑墨打上日期啊 这个咱都想象不到超市他们有这种招吗 这个所以你通过评论区才能看到大家的分享啊 然后这个叫Dylan深啊 他说接着红哥的话题说 老干妈这个事儿 买的时候啊 要看一下标签 如果是英文的 应该符合北美标准进口 如果是中文的 可能是国标的 国标就是中国的那种标准啊 一般在沃尔玛或者本地的西人超市啊 都是英文标签的 供大家参考啊 这这哥们留言 这个建议给大家一个分享 然后还有一个叫Patry方啊 他说绝对不能在中国超市买冷冻食品和带馅的食品 一朋友曾经在一个台湾人的包子铺打工啊 包包子卖给中国超市 那些肉馅都是鸡皮鸡油等 等下 我看 等下脚料包打 脏的残不忍毒 木不忍毒啊 这个他不说 咱也不知道啊 是有这种问题的啊 那么还有一个叫天西鱼啊 天西鱼 他的这个评论比较长啊 我给他大概精简了一下 他说的意思呢 就是曾经去在一个华人超市买鱼啊 冷冻的那个鱼 然后呢 以前买呢 就是觉得买过鱿鱼啊 买过鱿鱼呢 发现内脏有一大堆脏的鱼肚啊 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的 也就也就忽略了 后来呢 他自己去买一个四条白色的啊 这个他买的鱼叫什么白富京啊 这四条鱼买回来呢 在华人超市呢 有好多他帮你清理 他这次呢 着急有事就说不用清理了 我拿回去 然后那个卖他人的 那墨西哥人呢 就很诡异的看他啊 他买回去之后呢 自己清理的时候 一掏开那鱼肚子 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条鱼的 什么鱼肠啊 鱼肚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鱼的下水啊 在这个鱼肚子里面 他就瞬间想到一定是超市做鬼啊 这个搞鬼 把那些洗的清理出来的东西 通过鱼嘴给塞进去 然后再放在这个冰块上面冷冻 然后这样压分量 你就不知道了 到时候你买完之后 他说我给你清理啊 好清理吧 他拿到后边人不知鬼不觉 他再把它清出去 然后再把鱼卖给你 这真的是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操作 这太黑心了 还有这么干的啊 这个东西完全是想不到 而且他也提到一个 说他买菠菜啊 其中呢 外边看挺好 但是菠菜一捆 买回家一看呢 菠菜心里面都是那种烂的破的 一看就是狠狠的没有人买的那些菠菜 给夹在里面给裹在一起了 这太黑心了啊 这他要不说 咱真不知道 这卖鱼还有这种花活啊 我们舔句话叫花活 咱真不知道还有这种花招啊 这所以呢 大家也提醒注意啊 想一些对应的策略吧 保护好自己啊 那么今天的评论就念到这儿 另外呢 关于前人砍树后人遭殃的这个话题呢 我相信有大量的很多朋友 还有各种各样的亲身经历啊 也希望大家啊 多多的评论啊 留言分享你的经历 然后呢 网友呢 也可以多多去看这评论区啊 大家也长一些见识 同时呢 在海外生活呢 我觉得你不管是华人还是哪儿的人 还是要做好自己啊 你在这个国家就遵守人家的规矩啊 你就像一个这个国家 体面的那种生活方式去做啊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